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29章 藏在伊甸园背后的某种异常 说起来 这还是039第一次走在伊甸园的街道上 正如当初他在玻璃罩外面所见到的那样 伊甸园中的每一处都充满了与地球截然不同的风景 此时黎明未至 玻璃罩呈现出深蓝的色泽 星光透过玻璃折射出越发璀璨的光芒 悬浮在半空中橘黄色的路灯 感觉到了有人的脚步靠近了 立刻像小鸟似的降了下来 暖融融地染亮了一行人前方的路 静谧的夜晚里 冷冷暖暖的颜色美妙地调和在一处 好像一幅艺术作品 背负在面首身上的薛琴 突然冷冷地哼了一声 别被这个样子迷惑了 每个路灯上面都装了监视摄像头呢 想要摸一下路灯的董好好 文言迅速收回了手来 林三姐回头看了看跟在他身后的几十个人 低头对一旁的李陶吩咐一句 虽然大家都穿着军用防射服 身体大概一时不会暴露 但是还是小心点好 你让他们尽量少说少动 只端着枪走路就好了 李陶点了点头 转身陌路了队伍里 四十三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大 但当四十三个人真的站在面前的时候 却是足足排满了半条街 林三就没有想到 最终选择跟他走的人竟然这么多 走了的人之中 虽有明哲保身的 但大多数还是传送日子将近 都不愿意冒险呢 公道一给他们指点了出路以后 却并不离开 仍然跟在了这只娘子军后头 林三就即使不愿意 也不好立刻拉下脸来赶他走 只好将薛琴待在身边 省得他们俩在大街上打起来 看到远处那座黑塔了 那儿是伊甸园居民 绝对不允许靠近的禁区 据说 它是整个玻璃罩的按钮 是为其输出能源的关键部分 能源 林三就一愣 不由抬头看了看头顶 这个玻璃罩怎么看 都像是用固理方式 隔绝辐射的 他想不通 他为什么会需要能源 一般来说 有多少人把手 出乎他意料的是 薛琴哼了一声 一个人也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从前靠近黑塔的人都失踪了 包括把守的士兵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把守 黑塔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守卫了 他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 说完之后 仿佛有些尴尬似的扭过了头 留给了林三九一个后脑门 所以说 你想死的话 大可以去看看 林三九下意识地嗷了一声 仍然沉浸在震惊里 从远处响起了尖锐的鸣笛声 刺破了黑眼 好几辆救护车 从远处鸣叫着开了过来 嗖的一声 从头顶滑了过去 留下了一阵阵激荡的风 自打从赛场出来以后 短短的三十分钟里 这已经是他们见到的 第五批救护车了 偶尔还会有一些 民宅里传出哭声 看来辐射病的严重程度 远远要比林三九预料的 来得更加严重 林三九皱了皱眉 似乎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 但是关于黑塔的事情 实在是太奇怪了 他一时分不出精力 去捕捉那个一闪而逝的念头 拐了个弯 眼前呈现出一栋 白色海螺状的建筑物 这让他心神彻底 被眼前的事故 所占据了 白色海螺式的 楼体曲线流畅 显得干净又可爱 这正如他当初在玻璃罩外面 见到的一样 林三九站在建筑物前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口气从他的手里 像闪电一样冲了出来 几个跳跃 一连击碎了空中的四五个路灯 随即上前 暗响了一个光牛 他赶紧回头 向手面招了招手 手面放下了薛琴 和另外一个戴着头罩的女人 几步走了过来 站在了光牛前 光牛很快啪得亮了 影像里是一个满脸睡意 和怒意的中年管家 怎么着 谁啊 他的目光落在了手面的 军制防辐射符上 缓了缓 抬起了下巴 军警来这儿 什么事啊 随着后方白小可的嘴 一张一合 面兽以冷淡的声音打道 因为两个小时以后 就要把所有的女便衣人处决 所以长官特地 命令我将广先生 喜欢的这个女便衣人送过来 他的话音一落 就摘下了旁边女人的面罩 露出了一张楚楚可怜的脸 正是回楚燕 看见了这个人气榜第一 头像挂满了伊甸园的女选手 管家眼睛一亮再无怀疑了 先生几时 好好好 我这就开门 稍等 只见两扇金属制大门 迅速地向上方划开了 收拢进了楼梯 面手一把 暗灭了光纽 林三就朝身后一白手 一马当先地扑了进去 这是一个占地很宽广 半明半暗的大厅 才刚刚从楼梯上 走下来一半的管家 猛然见到几十个 视如猛虎似的闯了进来 瞎得转身 刚要往回跑 却正身后 飞来的一个黑影 给扎透了胸口 尸体立刻 扑林林地滚下了楼梯 林三九 口气一甩 刚要朝不远处 一个人也挥过去时 不知是谁 正好点亮了 大厅中的灯 光芒一下子 洒在了那个人的身上 让他顿时 住了手 那是一个 栩栩如生的 女性标本 恐慌的表情 还鲜活地凝固在了 她略微有些青涩的脸上 远处围着壁炉 而设置的一个小厅 大概就是 会客品茶的地方 还站着十多个 表情模样 各不相似的标本 唯一的共同点 大概就是 他们屈辱的死状吧 给我上楼 抓住那个 叫广珠的东西 林三九听见 自己吼了一声 身后立刻 激起了一片 愤怒的应答声 由他另头 几十个女人 迅速地冲上了楼梯 一路上 拿着小型武器的保镖 简直不值得一提 当林三九 冲着顶楼 一脚踹开了 金碧辉煌的 卧室门的时候 那个叫广珠的男人 正在急急忙忙地 往手提箱里塞东西 你 你们是谁派来的 我出十倍的价钱 一声女性的尖利叫声 堵住了他的嘴 正当这个胖子 争住了的时候 一个人影飞扑了上去 一个巴掌 又一个巴掌 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脸上 撕心裂肺的声音响了起来 是你 是你要买我的标本 你还伤了我的姐姐 我姐姐哪 她在哪里 回楚燕没带头照 对上了他冲血的眼睛后 胖子顿时面无人色 只是他的脸色 白也没能白多长的时间 净化人的力量 加上回楚燕的激愤 十来个巴掌下之后 他的脸就成了一团烂肉 摇摇欲坠地 挂在了破碎的头骨上 人已经死了 回楚燕好像还没有发觉似的 仍然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一下又一下地 倒在了胖子的尸体上 林三就叹了一口气 上前将他拉住了 回楚燕愣了一下 随即停了手 倒在了他怀里 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姐姐 比我闲来这里 因为我们有心灵感应技能 所以 他受的每一点苦 我都体会过 他断断续续 抽抽叶叶的声音 叫不少人都唏嘘了起来 怪不得 他当时害怕成那样 朕谁知道 自己要将那样的灵魯 再轻生经历一次 恐怕都会崩溃的吧 大家冷静一下 林三就沉下声音 清冷的音质 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楼下有姐妹 已经守住了出入口 大家四处去搜一搜 不要让这里的人 有报警的机会 庸人的话 是绑是杀 随你们的意思 几个人轰然 应了一声 动作迅捷地 各自散开了 对于新春格斗赛 委员会来说 女便衣人 只要能够活着 上场比赛就行了 至于别的 他们是不愿意管的 跟在林三就身后的 这批人 甚至包括他自己 一个个的 不是浑身带伤 就是疲惫劳断 更何况他们上一次吃饭 已经是好几天前的事了 带着这么几十个 状态接近枝透的人 恐怕即使穿着军用制服 也走不了多远 他们急需一个落脚的地方 修养整顿 可想来想去 就把念头 动到了赞助伤的头上 按林三九的话来说 他们也是时候 该真正地赞助一把了 广珠死得可谓是 一点都不冤 他几乎是个狂热的 格斗赛爱好者 除了标本以外 还收集了许多人体的 部位 高清录像 在众人一把火 将这些东西烧掉以后 女人们激荡的情绪 才渐渐地平缓了下来 由徐薇带头 好几个人挽起了袖子 去厨房 还有些经历了几场比赛 实在撑不住了 倒在熊熊燃烧的 壁炉旁边睡了过去 自从第一场比赛以后 林三九的神经 就一直紧绷着 始终没有合过眼 他独自坐在 角落里的沙发上 静静地看着 几十个女人 在大厅里 静静出出地忙活 一个人走近了 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沙发往下一线 半晌 公道一轻轻地问道 黑塔是不能进去了的 你打算 怎么摧毁玻璃罩 林三九连看也没看他 眼珠仍旧盯在远方 不打反问 你为什么 要出卖薛琴 情非得已 当时我又不认识他 没有背叛 或者出卖一说 面对这样 坦坦荡荡的态度 林三九反而有点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远处的薛琴 正被面首背在背上 忙着告诉众人 什么东西 应该怎么用 忙活得很 不知是哪里 又传来了隐隐的 哭叫声 和救护声的笛声 林三九的身体 微微一颤 这个肉眼捕捉不到的动作 却被龚道一察觉了 虽然是罪恶 而扭曲的一个社会 可也是无数条命的 摧毁玻璃罩 等同于亲手 杀掉一个个鲜活的人 你的压力一定很大吧 龚道一和缓的声音里面 仿佛带有某种 奇异的节奏感 多日以来的压力和疲惫 突然涌上了 林三九的大脑 听说现在 因为辐射死去的人 已经进迁了 不法妇孺老幼 都是归功于 你释放的辐射呀 龚道一柔柔的声音 持续着 长期生活在 保护罩下 应该没有了 应对辐射病的能力呀 他们死的时候 真的是母样很惨呢 他到刚走一步 身后却响起了一声 冷冷地站住 龚道一有几分诧异地一回头 正好对上了林三九 哭得红红的 却冷清的 没有一丝动摇 没有一丝动摇的双眼 我倒是要谢谢你 试图催眠我 反而提醒了我一件 很重要的事 他虽然没有动地方 但是手里 不知不觉 已经多出了一条口气 第一百三十章 要命的英雄主义 小会客厅角落里 二人无声地对峙 没有惊动任何人 看见林三九手中的武器 公道一双眼 闪烁着星辰般的光芒 面上甚至渐渐泛起了笑容 他坐了下来 神态亲密地 好像与老友在喝茶 来 跟我说说 你想到了什么 林三九简直搞不明白 这个人的脑回路 你不要误会 我刚才的确是想要催眠你 但是 对你可没有坏处 公道一好像 才想起来这件事似的 一拍巴掌 我以前是一个咨询师 我知道你现在 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如果刚才你没有醒来的话 这些压力会被慢慢地化解掉 你醒来的时候会神清气爽 仿佛审视他似的 林三九眯起了眼睛 没有说话 过了半晌 口气忽然从他的手里消失了 他冷冷地说 下一次 在做这种事的话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公道一眨了眨 仿佛瞒着星光的眼睛 点了点头 林三九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转身就走 意识力学员的能力 暂时关闭了 却是让他的精神 意志力都比从前强大了 多亏了这个 他才没有被催眠 至于公道一 这样的人 要是留在眼皮子底下 才能让人安心呢 女人们做菜时 闹哄哄地响动 时不时夹杂着一声惊笑 从厨房里传了出来 薛琴气气败坏的声音 离得老远就能够听得见 我不是说了吗 那个是快手按钮 你还考那么长的时间 快把皮剥了吧 不行 那个是鸡蛋 哎呀 在猛然爆发出 一阵大笑声里 面手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他和他背上的薛琴二人 都被白霜裹成了个雪人 隔着白花花的一片 仍旧能看得出 薛琴的一张臭脸 这还是林三九 第一次听见他们笑呢 自己也忍不住 扑哧一声 在薛琴阴沉的目光中 压下了笑 问道 晚饭快好了吗 虽然搞得乱七八糟的 不过 我看再有三十分钟 也能凑合吃上饭了 薛琴顶着一脸的白霜 认认真真地答道 你饿了 林三九点了点头 不过 这不是他问晚饭的原因 他找到了梨桃 递给了他一张卡片 在吃饭的时候 我想他会放松警惕 到时候 你把这张卡 贴在他的防辐射符上 最好是贴在 不易发现的一角 梨桃接过来 低头一看 卡片上浮起了一行字 四点零八分 被蒙气小美女 握在手中 感觉好幸福呢 林三九伸手 夺过卡片 猛得一钻 当梨桃以为 自己听了一声 惨叫的时候 卡片又平斩地 送回到了他的手里 预计三十分钟后 四点三十八分 几乎 只剩下这么一句 老老实实的话了 不用别人叫醒 当第一道菜的香气 弥漫了整个餐厅的时候 刚才还睡得 死死的一堆人 就被自己 鸡肠碌碌的肠胃 给唤醒了 加上公道一 一共有四十五张嘴要吃饭 需要的食物 实在是很大 若不是广州房子里 预备了不少食物 恐怕这一顿 还要有人吃不饱了 不过想到自己 反正也不会在这儿常住 大家将所有能吃的东西 都搜了出来 通通摆上了桌 有被扒掉了皮的 裸体烤鸡 金黄黄的 像鸡蛋派一样的东西 一看就是现成的 大块面包 肉酱拌上了薄饼块 众人的情绪都高涨了 甚至还有人 找出了葡萄酒 兴高采烈地 对着瓶子喝了起来 桌子不够大 众人把所有 能够盛放饭菜的东西 都拼在了一块 有人活在沙发上 有人坐在地上 林三九有意地 在长桌的镜头 远远地看见 李陶在公道医生边 落作了 微微地笑了笑 低头咬了一口 干尖羊排 这个是我做的 你可能欣赏不了 薛琴有点紧张地 看了他一眼 然后迅速地扭过了头 板着脸来了一句 是我面首做的好不好 白小可喝了一大口葡萄酒 我们俩一晚上光伺候你了 你看我的面首 都缩了十公分 面首似乎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为薛琴吃了一口菜 那不然你俩还想干嘛 薛琴一边嚼菜 一边冷淡地问 白小可嘴里的葡萄酒 正好喷了林三九一脸 二人各自被他狠狠敲了一下 都老实了不少